等一下 我想先跟Liona 妳是不是有話只講即可 這焦點真的太神奇了 因為我們就是公司 然後經營粉絲團有一半小活動 就是布置禮品展 然後她是參與者之一 但是我們不知道今天會相遇 所以剛剛聽到Liona跟婉玲 就嚇到 到抽一口氣 然後今天早上我在準備powerpoint 就準備今天的9分鐘 所以我發現9分鐘真的是不太夠 所以等一下大家請原諒我 我不講powerpoint了 我直接用最陽春的口述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我們 什麼叫做做工的心酸 其實我是大學 我去一年半前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之後就開了一間公司 然後我們是做產品設計的 那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做我們想做的產品 所以其實我們東西並沒有一致性 那這也就是造成了一個困擾 是我們不像那樣做椅子就做椅子 做燈就做燈 我們就是變成說 我今天想要做一個新產品的時候 我是從零開始 為什麼我不要體會下做工的心酸 是因為彈琴青年創業的時候 大家可能腦海裡冒出來的是 我是不是還沒自我介紹 我叫以萱 大家好 大家可能腦海裡冒出來的是 我是一個incubator 是一個培育室 然後背面有那種玻璃的白板 然後大家用那種很高科技的東西 然後有很多變條子 現在很流行變條子對不對 然後沒有partition 沒有隔間 每個人都很開放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產品創業不是這樣子 我們就像做工一樣 但其實做工的不是我 是我爸 我們就是像做工一樣 是我們腳踏實地 從零開始 一個一個做下去 那今天就不講後面的 但是我會給大家看一個產品 這一個 它是紙漿做的手機殼 現在已經做好了 我們禮品展上面 就是也是這個東西 滿受歡迎的 好 我今天只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它怎麼樣從零到現在這樣做好 我們團隊只有三個人 兩個學經濟的 我跟另外一個夥伴是學經濟的 另外一個學美術的 我們沒有人做過任何跟紙漿有關的東西 但是我們就很想做紙漿做的手機殼 我們第一個產品是 不小心置入性行銷了一下 是木頭做的手機殼 那時候後來做一做就覺得 木頭手機殼其實市面上都有了 我們想做特別一點的 所以我們就想好我們要做紙漿的 做紙手機殼 做紙手機殼 我還不是要做那種開模 然後折折疊疊弄起來 不是 我們想要做一體成型的 也就是雞蛋盒 星巴克底做那種材質 我們想要那個東西做 但我們從來不知道怎麼做 好怎麼辦 我們就開始上網查 我第一件是什麼 Google 我Google 比如說搜尋關鍵字 指怎麼做 或是指產品 或是指加工 好我們從這樣的方式開始找 原來這個東西怎麼做 原來是叫所謂的什麼 熱塑成型 好我記得熱塑成型了 熱塑成型到底什麼東西呢 大概了解之後一些名詞 一些製程之後 我們就開始很高興 好我們知道怎麼做了 所以我們開始找工廠 所以我再一次的 請問你們知道 我接下來要怎麼找工廠嗎 其實很簡單一樣Google 我就Google找紙漿然後熱塑成型 或是紙漿熱塑成型 新竹因為我在新竹 或是紙工廠之類的 這樣找 然後我們很開心的找到很多工廠 我們開始一個一個打電話說 不好意思我們想要做紙漿做的手機殼 而且你們要想像一下喔 那個時候找到工廠的時候 沒有這種圖 什麼都沒有 廠商只知道我要做紙做的手機殼 他們根本不知道我要幹嘛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才發現 上網找得到的工廠都是大工廠 只有大工廠才會做網站 只有大工廠才會有什麼 總級小姐幫你轉接業務 幫你轉接什麼什麼 但是那些大工廠不會想理我們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從零 我們是連 我根本連做不做出來 我都不知道耶 那我怎麼可能一口氣 就給你下十幾萬個單 我最多一口氣 不好意思我們只能做一千個 你願不願意幫我們做 好 發現說原來Google找到工廠 沒辦法沒辦法做那怎麼辦 所以講一講 現在有沒有人知道說 我下一步是怎麼找到 現在合作工廠的 有人會知道嗎 可以 網頁嗎 網頁 好不是 電話部不是 工會也不是 也不是 但是其實有一點點接近 好 接交一點 哇 太厲害了太厲害了 買一個很厲害 好沒有 我跑去 因為我在新竹 就騎摩托車 我跑去頂號 跑去大潤發 跑去愛買 我幹嘛 我去找紙產品 翻過來背面有製造商吧 有沒有 我找到製造商 我把然後我也不買 我傻子 在那邊一個一個買 我就手機相機拍下來 回去 好有些製造商 有什麼製造商 有名字有電話 那很好我直接聯絡 有些沒有 我還要自己先Google 什麼什麼製造商 這樣子 好 沒錯我們就是 透過這樣 另外我還不只頂號大潤發 我還想像說 如果我之前找大工廠 他們都做緩衝材 緩衝材 這不適合我們 因為他們都比較不那麼驚喜 可是手機可以要很驚喜 所以那些不對 我是不是要回頭想 我要做精細的東西 才去找工廠 於是變成 我還跑去哪個地方 書局 美術社 為什麼 紙面具 有沒有 一些精細的紙件的東西 我反過來去找 後來我們找到工廠了 也很開心 找到工廠之後 覺得好開心 也有工廠願意 配合我們這種小朋友 因為很多工廠老闆 他們都是看到我們 就說好像看到以前的影子 他以前也是這樣白手起家 然後年輕人一個個 讓床站過來的 所以 在那個之後 有一個工廠非常好的 跟我們配合 他幫我們製作 然後我們在紙漿上面不懂的 他讓我們看 看那個製程 然後跟我們說 你這裡不能這樣子 我幫你修改 修改到好 弄到好之後 很開心 我們的機殼的外型出來了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手機殼旁邊 是不是還要有孔洞 好 你們看到這個東西 他這邊孔洞 他有三個地方孔洞 一個 兩個 三個 一定要開洞 但是他旁邊又側 就是會有一些高度 因為我們很古毛 然後我們又要包裝跟產品一體成型 你把這個外圍撕掉 就是產品 好 結果發現 不好意思 這孔洞沒有人肯開 孔洞不是很簡單嗎 刀膜就可以啦 刀膜就是 打豆筋一樣 刀膜就可以開 那為什麼不能開 就是 因為我們是直的 他有可能拉扯 會壞掉 然後他也有可能弄髒 然後我們又有高度差 他不能扎 就變成這樣說 我們的夢 就要在孔洞的地方 就死掉了嗎 怎麼辦 我們好不容易成型了 後來你知道 我怎麼去找 就是孔洞的嗎 就是 就像剛說的 沒錯 我 就是請了一個我的朋友 他們就是從 做機械 長大的 出身的 我請他騎摩托車載著我 三重五骨 然後甚至到南崁 我們整個工業區跑片 而且你們要知道 那些 你們如果看過那種工業區 就知道 他不會有砍棒 就算有 你也看不出來做什麼 對 然後就是 你可能一條巷子看進去 左右都黑黑的 然後機器這樣 哐哐哐哐哐哐的聲音 我們就是每一條巷子 進去出來 進去出來 每一間就說 阿公阿伯 你怎麼有在做本PLACE 就是用這種 用這種 對 本PLACE就是衝孔 對 我們就是用這種的方式 去跟人家高官 然後去進去那個阿公阿伯 看到我們這種年輕人 騎摩托車還插手 在衝啥 在衝啥 就還不知道我們要幹嘛 然後要名片還沒有名片 要E-mail還沒有E-mail 的那種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找 不斷的找 然後 就算沒有找到適合的代工廠 就算沒有找到 適合的賣二手機械的 至少 我們走進去那些工廠 阿公或者是阿伯們 他們都是保著病人 很樂意的跟我們說 你這個要怎麼做 你這個要怎麼做 我跟你說 你要怎樣怎樣 但是我們這裡沒有在做 所以我跟你介紹 我隔壁的三十公里 他們有在做 我跟你說我打電話給你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慢慢的一步一步 把我們的產品 從武道友生產出來 所以 這個產品目前還在做最後的改良 那我們的 做產品 產品創業者 其實就是 非常簡單的就是 我們就是把東西生產出來 然後拿去賣 至於怎麼生產 就是非常非常 土法煉鋼的 查 跑 問 就這樣 那我希望接下來 如果說有人想要做創業 那如果你也是想要像這種 比較 我們這種比較屬於製造商 或是原廠 然後創業的 拿去賣的 而且你可以跟我做聯繫 但是因為我們是新竹上來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 就得提早離開 如果說想要後續再討論 或是聊天的 可以就是我們有在那個活動裡面 有PO那個照片 你可以加我的Facebook 然後希望 對於創業這件事情 尤其是年輕人創業這件事情 我只有一句話 就是 我支持 但不鼓勵 對 真的 因為你知道我現在24歲 但我已經被了兩百萬的占戶在身上 每天 對 員工在我面前吵架 你要怎麼辦 員工跟我吵架 你要怎麼辦 創業就是累 但是 創業沒錯是累 人家都是知道說 創業都是要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對我來說 那不是累 那是你累得開心 但是你心裡扛的心靈層面 你要hold得住 你要告訴自己不能倒 因為你扛的是員工的神蹟 所以希望大家之後可以跟大家一起互相 好 就是希望大家之後可以那個 跟我加入我們的那個 加我的Facebook 然後我們可以互相聊聊 謝謝大家 然後 we can then 跟他 搬 還是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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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